中国古代就有以铜为剑可以正衣冠的名言 剑就是古人用的铜镜 古代的铜镜不仅实用还重视装饰 特别是有图案和名文混搭的铜镜 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这面汉代的青铜镜可以说是集美貌精致和美好寓意为一身 它通体溜金不但有多种文士 而且在镜背的边缘有一圈多达53个字的名文 其中中国大名四个字最为显眼 目前所知中国两个字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和尊上 在诗经史记等文献记载中 以及在汉代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知景上也都有出现 但那时的中国可不是我们今天的国民 而是具有地域定位文化传承的含义 联系中国大名的上下文会发现 小小的一面青铜镜还寄托了古人希望 国家昌盛安定和平美好的大愿望 铜镜是古代青铜艺术的重要分支 亦是青铜野著基翼的极大成者 尤其是青铜时代礼器逐渐削弱之后 铜镜依然扛起了青铜文明的大旗 延续着中华科技的辉煌 铜镜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亦是唯一的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一个艺术品类 铜镜最早肇事于齐家文化 战国两汉达到高峰 隋唐达到巅峰 在清代中晚期 由于玻璃水银镜的发明 铜镜才逐渐消亡 所以铜镜在我国有四千余年的驻镜史 见证了中华文明社会的发展与朝代更迭 亦承载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 风俗与科技工艺等信息 铜镜华美的文士精湛的工艺 超凡的设计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 无不体验出古人卓越的智慧 与高超的艺术素养 汉代铜镜 是我国铜镜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东西两汉四百余年的海量的汉镜文字 文式所体现出来的这个艺术价值不可顾料 以前之所以没有被我们高度重视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文博考古界不是很重视铜镜的研究 书法艺术界也从来没有人系统研究过铜镜上的名文 学界叫静明 倒是民间的收藏界 对于铜镜的研究一直走在前列 这个视频展示的就是以三十倍高清放大的 非常清晰的汉镜上的名文 我们看这些静明或简洁或繁复或平和或坟利 或挺拔或柔美或雄厚或秀美 不同的书法风格灵狼满目变化无穷 现在看看汉镜渲烂多姿的文式艺术和表现手法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四大神兽龙藩圣政 鲜活多姿 铜镜成为了各种神奇动物的研舞场 汉镜中有着古人的丰富天地 传说中的各路神兽 神仙 植物 花草 天地 云水 东王宫 西王母 形形色色的羽人 仙人歌舞 山川游天 汉镜唯美的装饰表现手法 成熟高超的铸造工艺 表现出汉代工匠大师们脑洞大开的想象力 和辟邪起伏的愿望 如此看来 汉镜蒙昧之众多 工艺之精湛 造型之唯美 含义之丰富 完全不输两汉任何一个文物大类 北大著名古文字 考古文博专家李玲教授评价 铜镜乃汉代艺术之缩影 虽广指述聪 而那天地于其间 四方八位 万象杂成 慌如仙境 逝去其文士 脚汉跨象时 可知五言不虚也 去悠悠 清风涂上不顺愁 谁家今夜偏重三 何处相思明月望 昨夜仙谈梦落花 可怜春般不还佳游 江水柳春去雨晴 江湛落月拂星星 千月 沉沉沧海舞 沉沉沧海舞 一遍